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铭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这些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因为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本想着出的差不多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但随着交往时间越来越长 我发现他跟我在很多方面想法都不一样 现在家里的经济负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他一直不出去工作 面临结婚买车买房 话销都很大 他现在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多变化 不像一开始那么爱我了 我本来是打算和他绷着结婚走的 可他的种种做法开始让我怀疑 到底他是不是那个适合我的人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吕31岁来自河北销售有请 小梦32岁来自河北戴业有请 谈了多久恋爱 一年多吧 原本打算要结婚是吧 对 现在两个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结婚了 对吧 对因为遇到很多矛盾 说说吧 怎么了 我俩相恋爱也一年多了嘛 因为我们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家里也比较催嘛 然后就是随着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就发现就是对方身上 存在很多问题 然后也是经常这个争吵 现在我们对这段恋情都比较犹豫 我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来 咱说问题 发现了对方身上都有哪些问题 就是前段时间我翻他手机 发现他给一个女生发生日红包 完了 那个聊天记录只有当天的 就是之前都已经删除干净了 而且他的每一条 就是朋友圈说说下面 都给他的点赞跟评论 同一个女生吗 对 而且聊得就是热火朝天的 那个就是我在游戏里边 玩着不赖的一个女生 加上微信以后 我就想着就是晚上玩的时候 微信约一下嘛 然后发红帮怎么回事 就是我给他联系呢 他说今天没时间 他过生日呢 和朋友吃饭呢 后来我想着 经常一块玩游戏嘛 也算是个网上的朋友吧 后来天天他过生日 我就顺手发了一个红包 发了多少钱呢 188 哦 188 对 后来他正好给看见了 就因为这个事嘛 就开始生气 他平时我跟他要红包啥的 也没那么痛快 而且你还删聊天记录 你为什么要删聊天记录 你们聊什么了 就没删聊天记录 他非说我闪了 就聊聊那些嘛 他都看见了 就夸什么也不说 夸上去发红包啊 这个好像确实耐人寻味 说不清楚吧 这件事对吧 对 说不清楚 红包确实发了 是不是 对 发了 聊天确实聊了 对不对 对 这别人怀疑是合理怀疑嘛 还有啥问题 平时喜欢刷那个视频嘛 刷视频 给人家刷礼物 平时还好 就是几块钱嘛 十几块钱也不在乎 一喝酒了就发大的 就给人家刷大的 我在想人家用得着你啊 就是感觉 人家主播在那挺辛苦的 又跳又唱啊啥的 就有时候刷手 就收拾不住这个手了 就给发个小礼物啥的 所以他吃醋了是吧 对 可能是吧 给别人刷都不给我刷 对啊 你给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不给我呢 我跟你要个钱 你看费劲的 哎呀 这姑娘 我以为他那个点是 你看 你光看直播 不看我 如果很伤心 他不是 你可以看他 只要把钱给我就行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他给不认识的人浪费 所以还不是吃醋 只是觉得浪费了 家里的钱财了 他平时是爱玩游戏 然后带妹妹上份 专挑女的 然后一打游戏就连迈吧 一聊一聊四五个小时 哎呀 聊的那一个 善解人一眼热火朝天的 跟我都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这个不能怪我 我不玩游戏的时候 他也不找我 我一开始刚开局 然后他就过来 你去蹲蹲地 你去干着这个 干着那个 我说等我玩完 我刚开局 你就跟我说这个 你一打游戏四五个小时 不能跟你说话是吗 不是 你等我玩完了 你再和我说 四五个小时啊 大哥 你每天玩 主要是现在 什么事他都不相信我 你知道吧 你像有一次公司聚餐嘛 我下午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晚上去公司聚餐 然后一块吃个饭 晚上可能得晚点回来 唱个歌啥的 我就提前和他说了 然后到吃饭的时候 可能是不知道 怎么手机给静音了啥的 前几个电话我没接上 后来他就因为这个和我生气 说我在外边找女生啊 或者是和朋友们去喝酒啊 瞎玩啊啥的 我后来接了电话了 我说正在这吃饭呢 他就不信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 我们这吃饭的视频 他就说我这是提前拍好的 说什么也不信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你接了第一个 我还会给你打嘛 而且你的口气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可是特别嫌弃啊 这不是刚开始没听见 后来给你回过去了 说解释你也不信 别打了 烦不烦啊 人家都在那吃饭呢 你老是打电话能不烦吗 你第一个为什么不接 开戏屏为什么不接 旁边有人还是打了 谁还没有个听不见手机的时候 别说听见就那回听不见呢 平时他还选择性地去外边接电话 一打十几分钟 回来之后笑容满面得回来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也没见他这么笑过 哎呀我一问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他说没事工作的事你不懂 大半夜打什么工作的事白天上一天班了 在一块说不清啊 我平时打电话 像朋友们给我打电话 我都是在家里边接 然后我是业务销售嘛 尤其是给客户打电话 或者公司谈什么事 我都愿意出去 因为家里好养着狗 然后他也好看电视 太乱了 我就一般是工作上的事 我都好出去接 有一次我出去接了经理一个电话 接了十几分钟 经理正好是刚换个号 我还没从备注呢 回来以后 他就非逼我打回去 他说要听听是谁 最后没招了 我就给打回去了 经理说小吕刚挂电话 你怎么又打过来了 后来我说没事不小心给案错了 那特别不好意思 就是老是因为这种小事和我找事 行 女生对男生是不信任的 是这意思吧 还有平时在现份官上 我们也有很大的分歧 我之前刚认他时候 他可好了 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 他自己留个一千 一千五的 他剩下全部转给我了 然后时间越长 给的越少 后来不是失业了 不给了 然后他说有开销 让我给他那个走流场 审批 然后那个再报销 哎 报销难呀 我这申请十次九次不通过 不给报 不是说不给报 就是我觉得 他这个消费的这种方式 我有点接受不了 比如说化妆品吧 面膜 他买 他得买一冰箱 有好多都过期了扔了 要不就是给我贴 他不愿意用的就让我贴 然后什么东西都好囤货 就是买一堆扔到那儿 然后也用不完 最后还得浪费 那用一段时间 效果不好我就不用了 而且现在卖面膜的也是 不是 你这个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 靠他恩宠你呢 之前一直上上班呢 对啊 然后 接着找啊 不打理他不就完了吗 哎呀 后来就业了嘛 一直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 哎呀 寄人篱下 养人必须的日子不好过 他买化妆品那些也正常 女生用化妆品都很正常 隔三差五就弄两张那个美容卡 健身卡 老师说减肥 然后弄那个卡回来 一张卡两三千 它是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部位 它不一样 而且有的时候倒闭了呀 我只能再搬一张啊 但倒闭了不能怪我吧 行 男生就觉得女生该花的不该花的 瞎滑是这意思吧 女生就觉得她抠门呗 对吧 对 宁可给主播打赏 也不给自己花钱呗 对 还有那个 还有 还有 遇到这个买车买房的问题 这都叫买车买房了 对 因为 说说说 真的要打算要那个结婚了嘛 结婚 然后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说咱们先买个车吧 因为离买房差距有点大 先实现一个小目标 哎 他说不 就非得那个先要买个房子 说攒钱买房子 我一说花点啥 他就不买房了 这一年 这不一年多了吗 啥也没买到 那个车买房都没有 他是想先买个车 先代步 然后我们不是都这么大了 也该结婚了嘛 我是想着结婚 怎么得先买个房子吧 他是想着先买车 然后就因为这个买车 买房子的事 老是也是在这 纠结生气 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你买个房子 让我们家陪送一个车 你天天想可美了 不是 我这不是和你说说嘛 万一陪送一个也是好事 两全其美嘛 哎 生气 不是 这不是共同打造未来生活吗 你攒钱买房 你攒钱买车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什么也没见着啊 你不买车 连小目标都实现不了了 倒退到来还是一场空 不是 你也不工作了 现在买啥车呀 哎呀 我是想着 结婚之后开个小店什么的 项目都看好了 我就看上了一个那个 冰淇淋奶茶店 本钱呢 这不结婚之后 双方父母资助一点 哦 然后我一给他说 你们俩是等着结婚致富呢 你知道吧 只要一结婚有房有车 和父母投点 你们是靠结婚致富是吧 不是 和那个没关系 主持人 那个就是 他老是说我不支持他 那为啥说不支持 因为之前 他说想学那个新娘更装呢 然后可能得三千多块钱学费嘛 我说行 学东西是好事嘛 就给他三千块钱 然后他就学了两天回来 他说理论学会了 该实践了 后来我就拿我的脸 给他练了两天 他说光一个脸练不出来 然后就把这事就撂那了 就学完以后 钱花了就完事了 没有下文了 然后就是 上次说是想搞搞直播呀 我就买了一套设备花钱 往那一扔 一个月过去了 又完事了 那我之前学过美术嘛 有美术工地 确实两天理论学完了 剩下了就是练了 我拿谁练 说到直播的事 我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东西都买了之后 我发现实践起来 它不是想得那么简单 我毫无头绪 你也不说帮帮我 老是站在一旁 就是旁观者的这个姿态 冷嘲热讽吗 就在那说我 听来生活好混乱啊 他就是好多事都是 想一下 我给他准备好以后就完了 我问你一个事啊 就一开始没有就结束了 你在心里看得上这个女孩吗 其实原来上班的时候 其实仍挺好的 现在其实有点看不上吧 不是不是 是不是 也挺好 不是吧 言不由衷吧 就你说他这几句话的态度 我就觉得 他现在是不是 你感觉他有点嫌弃你 说实话 对他现在天天那个调侃我胖啊 而且是不分场合的 确实我待遇之后胖了20斤 原来100连接 现在120了 我不只是吃的原因 我也焦虑啊 不分场合啊 然后当了那么多朋友的面啊 说我人家是吃两口就饱了 你吃饱了还能弄两口 天天的什么大将腿 顺藏腰 这么一屁股 能做死我的狗 就感觉 真是 真是看不上我 特别嫌弃 完了 我都要跟他开玩笑了 我都要跟他开玩笑了 调侃完 你调侃谁 我养了两狗嘛 两只狗 你还养了两只狗 您不去找工作 您在家里养两只狗 我一直养的 从小就养了 他养那个狗 比较是我时间长 那个狗养了四年多了 然后 一开始他也挺喜欢的 后来老跳毛 别人的狗掉毛 天天的嫌弃 什么狗毛办饭 什么那狗毛泡水 狗毛内衣啥的 有一天 他趁我不在家 我把那狗的毛都剃了 回来之后 哭笑不得 我都不认识了 那狗都难过了好几天 没 剃毛这个事 我是想着省点钱的 后来买了个推子 给他剃了一下 我想着修个狗毛 谁修不了呀 我就给他修了一下 就你那个笑就看出来 你完全在恶作剧 没有 不仅对你的女朋友 现在已经嫌弃了 连你女朋友的狗也嫌弃了 没有 就是我 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我挺喜欢那个狗的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 他让那个狗上床 还有一只猫俩狗嘛 老是让那个狗去床上 弄在床上全是猫 就因为狗上床那个事 老是生气 我说 你就让他在狗窝里边睡 去外边睡不行 他从小就在床上 跟我一块睡的 你现在他都四岁多了 你让他睡狗窝他改得过来嘛 我也尝试过让他在那个客厅睡 他挠门啊挠一宿 你快四十多岁人 你天天跟我的狗 这什么气啊 没有 我有时候开玩笑 狗躺在那吧 我就在那说 我说你看看 你和你妈咽了 骂完人骂狗 骂回 天天呢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找个工作 上班呢嘛 然后每次早上走的时候 躺在那 我说记得找工作 回来以后 他说我打了几个电话 都不合适 我说我管打电话不行 你得去公司看看 然后我说男人 那么多合适的工作 就等着你呢 你肯定得一个一个试试吧 行 听明白了 听到这儿 听出点意思来了 女生你胆也够大的啊 你这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吃这个 婚后的饭了 是吧 你这透支的 可够厉害呀 没结婚的吧 那你现在就基本 我听这意思 就是这男孩在养你呗 那我现在就不是 不仅养你 还养你的两条狗 一只猫嘛 现在我是特殊情况嘛 我这现在就是没上班 就是实际状态 行 行 行 他需要跟你风雨同舟 是吧 我花钱 你就不花钱了 是不是啊 天天钓鱼那鱼竿长短的 那一排排 还告诉我 两百块钱一根 我晚上一长 哪一个少一千块钱啊 他花的谁的钱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他花了呗 他能挣他花呗 他说我花钱 你花的那不是钱 比我还多呢 平时抽烟 抽的也可多了 一天一盒半 打游戏的时候 能抽一盒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喝了一瓶可乐嘛 桶装的那种嘛 然后没喝完 我就去睡觉了 然后睡醒了之后 渴了嘛 我说喝一口 完了我一喝 哎呀妈呀 那是他弹的烟灰水 我就当场我就吐了 我三十多年 没这么恶心过 他都不收拾 就是家里的 瓶瓶罐罐 万物皆可 就是当烟灰缸 他不愿意让我抽烟 但是这个玩意儿 他戒不了 我买了好多烟灰缸 他全给我扔了 后来那天正好赶上了 扔了个烟头 在那个可乐罐里边 所以我其实 特别想问一句啊 听你们俩的描述 我仿佛听到了 一对老年夫妻 对自己曾经生活的回忆 这不像一个相处 一年多的青年男女 谈恋爱的状态 你们是彼此都认定了 对方是丈夫或者妻子了吗 你认定了吗 还没有 你认定了吗 我之前觉得 她是我要找那个 现在我不坚定了 不是 你为什么不坚定呢 她之前对我不这样的 后来我失业之后 就慢慢就 你把她归结在 你失业之后对吧 对 她慢慢地 我感觉她从心里 就是开始敷衍我了 你觉得这个女生 有些什么问题 脾气特别暴 因为我们那个小狗吧 在小区里边都出了名的 就和别的狗玩不到一块吧 就看见像别的狗 就咬人家 然后那次是因为那个狗 可能是和 他们那个小狗 给刮蹭了一下 他就和那天 楼下那个老太太 嚷了半天 我说那狗这个事 你就牵回来就完事了 你去和那儿嚷啥呀 有啥可嚷的 对不对呀 脾气不好 对 没别的了 别的就是花钱这方面的 花钱大手大脚 脾气不好 对 所以你说要考虑的是 在哪个角度 主要就是现在太懒 啥也不愿意干 说起来做饭也是脑袋疼 就是每次 她不愿意做饭 我就做呗 我下班回来我做呗 我去做饭不行 她得让我按照 她那个步骤做 在晚上看看视频 觉得这个做出来好吃 不行 你就得按照这个给我做 不停还不行 她那个 哎呀别提了 她那自由发挥出来 那就是配按料理 不是为什么你在家 不自己做呀 因为我比较 我依赖她嘛 她做的比我好吃 男生我听明白了啊 她懒 脾气大 所以你在犹豫要不要娶她 是吧 对 女生我问问 你在犹豫什么呢 对我越来越不好 我感觉不到她的爱了 而且对我特别敷衍 她就是平时 对这个游戏太上心了 把很多精力时间 放在打游戏上了 跟他们聊天了 其实她已经对你 没有吸引力了对吧 不是也有 那她的吸引力在哪呢 其实她怎么说啊 她在外人面前的时候 特别懂事 特别给我面子吧 就是比如说 有一次去烧烤去了 买了些菜 我说你去洗一下 后来那几个朋友说 你赶紧去洗吧 就是让我去洗 别让她去洗 她也啥话没说 直接拿着去洗了 就是类似这种事 她在外边给足了我面子 就这种 特别懂事在外边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生活 虽然恨牙痒痒的 但是最后一个地方 是让我依依不舍的 今天来是干嘛的 姑娘 其实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时间也挺长的了 但是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她老说是我那个 不是 你是来找安全感的呀 还是让老师给你判断判断 这段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呀 对 判断判断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我们还应不应该 继续在一起 好 各位看看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听说你们两个人 是因为电动车碰撞 碰撞出了爱情 这本该是非常浪漫的 马路奇缘 现在很明显 她已经变成了 并不浪漫的婚前困惑 男生很明显 快结婚了 还和别的女生 聊得热火朝天 哪来的时间 哪来的激情啊 而且还删聊天记录 很显然此地无您三百两 但是我担心的是 这只是一个前奏 接下来 她可能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因为她对你的爱 已经力不从心了 你现在用钱 找她审批 十字九字通不过 对吧 但问题是 一个手脚健全的女生 为什么不到外面 去找一份工作 为什么要在家里懒惰 她不但要养你 还要三个动物 你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 她会轻易地走进婚姻吗 从恋爱到婚姻 本该是一个孕月的过程 现在已经被你们 折腾成了一个难产的过程 很有可能 今天就会一拍两赛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两个人一上来 好像彼此眼里都有对方 她说我想了好久 我发现确实是挺难得的 第一个 她表现出在乎你 对吧 你给那个小姐姐在生日那天 买了一个188块钱的这么一红包 你怎么把这钱就给她了 她谁呀 她在乎 她的在乎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你被惦记 被她在乎 但是她无法干涉 这种优越感真的好难找的 然后您呢 您表现出来的是您在乎她 但是您又没有力量去最终干涉她 来保护自己的尊严 这个是真的不能把那红包禁止吗 后来我想真的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您 因为有她的存在 才能以失业的名义 好吃懒做 为什么我说你懒做呢 在家里面连家伙都不做的 她做的时候 你要在旁边 你做的不对 这样 那样 我想这么吃 你别瞎做 是吧 所以 你们两个 彼此都很难得 继续吧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这个业 失得好 我猜你之所以失业之后 这么懒惰的行为 就是因为你梦想当中 结婚之后的样子就是这样 你就是想找一个老公依靠 你就是在家过着 全职太太 羊羊狗 撸撸猫 然后吃着老公 下班回来做饭 你就想这样 这个梦想提前的出现了 也告诉你提前的破灭了 你试试啊 你看她能不能靠住啊 就这样还结婚呢 已经在嫌你胖了哦 当众哦 已经在给别的陌生的女孩 去发红包了哦 而你在意什么呀 你错上加错的是 你只在意那个钱应该给我 而不是说 这件事它就不对啊 你还不害怕吗 你还不警醒吗 那个梦应该破了 再去看看这个男人吧 他一定承诺过 我养着你 但现在呢 高高在上 我养你 赶紧去找工作 让自己独立起来 不要去看着他的脸色生活 你梦想的那个事啊 不可能出现 男生呢 好像你很无辜 但是你有多么的享受这种感觉啊 不批 走流程 不批驳回 你真的有那么多的大把的时间 在花在游戏上啊 你只是不想和他面对 一地狗毛 一床狗毛 你说这个生活糟透了 可是你呢 还必须打着脸冲胖子 我不能放弃他 因为他在外面给我面子 面子真的值钱吗 面子真的好受吗 你们过的这个生活 是什么样的 是畸形的呀 你在乎的只是他在外面 给你面子 在家里呢 你受尽了对他的怒火 能不能面对问题 直接跟他说 我就是养不了你 我没这个能力 别吹牛 好不好 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的困难 如果真是有感情 就一起克服他 但如果真是一方 想当寄生虫的话 趁早离远的 好不好 就这样 就你得不到尊重的呀 姑娘 你这个样子 在婚前得不到尊重 婚后你想 即使做了一个全职宝妈 你的老公也不会尊重你 你的老公不会说 我的妻子是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放弃了工作 他会说他反正都得靠我养 他不靠结婚的话 他这个人就失业了 他都活不下去的 我就想问你个现实的 你有存款 现在可以出去租个房子吗 现在就是我租的 所以是他来秤您的房子是吗 他跟他父母也在一块住呢 后来我俩好了之后 他也搬过来了 那所以房租是谁付的 有时我付 有时他付 那现在你没钱了 不还是他付吗 所以不就是说白了 您回答我那个问题 你现在有没有钱 自己付房租搬出去啊 没有 没有的话 你谈什么分手啊 你离开了他 你怎么活 立刻流浪去啊 带着狗狗猫猫流浪去 一个人连生存都困难 你谈什么尊重呢 你有本事就像炒老板一样 炒了他呀 你以为饮料里头放烟头 这一些 就真的是随手那么粗心吗 真的是粗心的话 他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说 哎 媳妇那个 你别喝错了哈 我那儿放的有一个 我扔了烟头 就他也无所谓你喝到 就是你喝到喝到 他会当一个笑话 甚至都不会觉得会伤害了你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他早就不爱你了 但只是此刻 他要享受一些便利 这个女人再懒吧 好歹开一下洗衣机 不就这吗 你要问他会跟你结婚吗 不会 娶你干嘛 所以现在就是没啥好谈 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了 姑娘 您如果希望这个 变回一个感情问题 您就得先解决生存问题 现在对您来说就是 下节目找工作 三十来岁的您 在此刻不能够在那里 混吃等死 其实这段情感 说句实话 听到最后确实变了质了 因为这里面也没有尊重嘛 大概女生从一开始就错了 一开始对我真的很好 一认识就把她的工资 都交给了我 我就问你怎么敢拿的 所以钱来的越容易 丢的就越容易嘛 之后很快男生 又把钱收回了嘛 这跟你是不是也没有关系嘛 那个时候把钱给你是 要么做一交换嘛 得到了 觉得不值了 就把钱要回去嘛 这个关系其实早就揭示了 是什么样的 女生啊 不管是跟她 还是跟别的男性 独立是最重要的 至于你嘛 有点过分 就是我先给你骗了 最后我跟你说 滚 问题是连滚都懒得说 要借别人的嘴说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兄弟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 想弃之就说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现在在一起 也一年多了 开心的时候也是真的 不开心的时候也是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如果真像导师说的 我明天就去找个工作 你对我的态度 会不会回到从前 咱们确实是在生活中 遇到了一些矛盾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试着去 改变一下自己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问题 这样的话 对咱们自己以后 都会是一个好的吧 还骗呢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结果呗 很明显 在这段恋情当中 女生把自己的尊严 和自己的人格 全部弄丢了 女生会出来 男生不会出来了 我觉得都会出来 二位都是明白人 都知道在干嘛 我觉得两位都不出来 这才是好的开始 他们都会出来的 好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 为爱情 越早散越好嘛 因为这个节目毕竟叫 爱情保卫战嘛 保卫的是爱情嘛 好了 咱了解下一对 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当时提分手 真的是我一时冲动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这段感情里 他一直占主导地位 就连分手都是 他明明就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和我复合 我也不是真心想分手 只是想试探一下他 其实我也想和他好好在一起 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离开他 现在他又来挽留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陈28岁来自河北老师 有请 小杜26岁来自天津行政 有请 这位是 现在也不算男朋友吧 曾经的吧 前男友 前男友 这位是 不算前女友吧 不算前女友 那就是女生想跟你分开 你不想 是这意思吧 对 谈过多久啊 从前年年底到现在 算一年半吧 咋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 通过一个朋友的生日 然后介绍认识的 当时是我觉得他 是一看特帅是吧 有这个原因 但是就是 除了就是说 他本身就是外形 是比较我理想的样子以外 然后他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比较温柔 比较内向的一个男孩 我觉得比较稳重 哦 忧郁的大眼睛 让你沉沦了 是吧 后来呢 但是后来 就是我发现 他对我 跟对别人不一样 就是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他对我 反而比对别人 更要冷漠一些 完全不像 男女朋友的样子 哦 然后 其实我们这次 现在不也是分手状态吗 也是他提的 你提的分手 对 但是我提分手是试探他 因为当时 就是那一段时间 我们前面闹过别扭 然后呢 后边接触的时候吧 他就一直在 跟他朋友聊天什么的 然后我就 有点没安全感了 我就想试试 但没想到他同意了 哦 所以你才要追回来他对吧 对 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分手 不是说我跟朋友天 在一起不理他 而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曾经接触 就是给他创造过机会 让他去融入我的朋友圈 他一直都很不给面子 让大家都很尴尬 他在你的朋友圈里 做过一些什么 让大家都很尴尬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当时 通过介绍之后认识 一直在聊天嘛 然后后来 这样赶上跨年 我们跨年 有一个朋友的聚会 我就想带他来 见见朋友 结果当天呢 我问他好几次 我说你来不来 我把他位置都发给他了 然后后来打电话 一开始是接不通 后来直接关机了 然后弄得我 当时跨年那天 特别特别难过 特别尴尬 跟朋友那边 都快说不过去了 那会儿刚接触 他那会儿叫我吧 我就不是很想去 我当时也没有答应他 但是后来 他就是一直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想 那就去吧 但是去的过程中 确实是当时 发生一些意外 手机丢了 然后就没去料 不是 手机丢了 我给你发过 我们在哪儿玩 你可以直接打车过来 而且跨年 马路上那么多人 你完全可以借个手机 这是很难做的事情吗 你如果想来 你怎么都能来 这个话我同意 这算一次 还有吗 从那次之后 说实话 其实我不是说不懂事啊 我也理解 那手机丢了 谁也不想 是 那他不开心 其实我 我当时也想 如果说我不 一个劲儿教他 他是不是出门 也不会着急丢手机 我当时其实是这么想的 还挺愧疚啊 就是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遗憾 当然 我肯定觉得这个事 第一次正式想介绍 大家认识 这么不完美的结局 我心里肯定过也不去 然后后来 我就是也是一直在制造机会 我说能不能够 多来几次 跟我朋友 好好地再认识一次 但是我很多次教他 他都不出来 就是说不方便啊 有事什么的 反正就是不出来 一直等到特别的节制 就是我那个生日 我跟他三番五次说 我说你能不能 跟我们一起 就是给我过生日吗 他来吧 来了之后 首先就没好脸 给我朋友那边 后来他也直接 涮不着走了 留我一个人在生日 是啥 当时我去的时候 一屋子人全是女孩 然后还喝酒了 当时那个气氛 我进去 一帮人就开始起哄 我是一个很怕生的人 然后当时那个气氛吧 就挺尴尬的 他们就有说有笑的吧 然后讨论的 都是女孩那种话题 就搞得我挺尴尬的 我就找了个角落 我就自个人往那坐着了 后来是啥 为什么走 因为我坐那儿好好的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起哄了就开始 一般人起哄 他的朋友们 就非要让我当上他们面 就是我们俩亲一下 当时我们两个 也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大的基础呢 而且我也不喜欢 在这个人前 去表现这个 就感觉像小丑一样 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 但是他朋友没完没了 我也不好拒绝 那我就是 我就走了 但是没有摔门 没有那么严重 那本身我们当时 就已经谈恋爱了呀 我跟他当时就已经是 男女朋友关系了 那我的朋友们也是想是 想看看我是不是 就找到一个喜欢我的男孩 他们肯定也是关心我 想看我俩 好好甜甜蜜蜜的 那在朋友面前亲一下是怎么了 就那么难办吗 再说了 羞涩 羞涩 那再说了 你要是说不舒服 你可以好好跟我说 总不至于说一言不发 直接就走了吧 谢谢 谢谢 再怎么着把生日过完 也是应该的呀 不是 不会应对嘛 年轻嘛 你要跟曲总去这事儿 一定应对得很好 是吧 你会怎么说呢 你又不想亲 你当时会怎么说 教一下 我怎么会不想亲呢 你会想亲是吧 对对 肯定要亲 好 好 好 所以他的角度是 好像这个男生 不是特别喜欢他哦 喜欢的话会亲的 对不对 米娜老师也是这样的 你看 我单纯了不是 对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 而且我朋友他们 都看在眼里 行 就他们看也很奇怪 行吧 这就算有点设恐 也没什么 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 刚才说这个生日事 从那之后 我朋友他们不是挺尴尬 都看在眼里吗 他们也觉得 就挺无语的 说白了 他们也在劝 让我就是跟他分手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 本身也是我 先追着他嘛 是不是就是我太主动了 然后让他觉得 对我的感觉反而更淡了 可能就一开始 也许就不喜欢我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我想说 如果我跟他说分手的话 想看一下 我在心里到底有什么分量 你提出分手了 之后呢 之后我就没同意 我就觉得 我不是不喜欢 我只不过 当时不知道怎么说 后来一直跟他道歉来着 我说我会改的 反正到后边 就过去了吧 算是 你道歉 当时你道歉到的 话谁都会说呀 你还跟我承诺呢 你说让我们好好相处 在一起 等到我们一百天 纪念日的时候 你再给我准备一个 特别大的惊喜 你会用心去准备的 结果当天呢 当天连惊喜根本就没有 他把这个茬全忘了 当时你也知道 我是上了一天课的那天 然后临时又加课了 确实是忘了 但是晚上 我带他去吃饭了 你上课你有工作我知道 但是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临时加课呀 我下班之后 我去你公司的时候 还等你你好久 那临时加课 也不是我决定的呀 那你说你忙 忙忘了 那为什么我就不会忘呢 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 而且一个男生 他承诺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说 你承诺过东西 你也做不到 要不是说 我当时就比较心软 因为我们当时 翻手之后 他确实整个人就 变样了 就是朋友也跟我说 他就是整个人 又很消瘦 又不吃不喝这样的 我那时候特别心软 然后我就想着说 就是尽力去理解他 当时就是脑子想得特别少 然后我还甚至去当时 反思自己 我说那他能陪着我 是不是也就挺好的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矛盾 就是因为朋友啊 因为外在的一些原因 环境 有些矛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单独相处 我就想去尽我所能 把这个感情 去进行得很好 就是努力呗 对 然后我就说 单独去创造一些机会嘛 结果没想到就是 逛街也不开心 逛街有啥不开心的呀 我跟他逛街 只要是我不说 或者不怎么样 他一点计划跟那个 就是想法都没有 就是像个机器人 像个木头人一样 他也没觉得说 你这衣服好不好看 还行 这个饭好吃吗 还行 那你渴了 他给你买水吗 会问你饿了吗 不问 就是为了自己说 这个有点不太能理解 这是为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就行了 我没有说 这不是你需要观察的吗 小子 就是没有这方面想法 我就觉得 你跟我说了之后 那我去做就可以了 不是 男孩子 至少要学会照顾人 知道吗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办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那你 需要我做什么的话 你就跟我说 我肯定会同意的 那其实后来 我跟他说是 他也没有同意啊 我们去年五一 说去旅游的事 那个时候 我就是主动跟他提的 我说我们五一假期 去旅游 我已经把我们要去的 这个地方的票 跟酒店都已经订好了 我就觉得说是 我都把我能办的 尽量都办到 给他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我们俩呢 直接拎包就走了 就开开心心的 结果他当时 第一就是当时没同意 第二就是还阴阳怪气地 酸我 他当时是 这是突然间告诉我的 然后我当时我想的就是 那你提前也没跟我说 那是不是你 先跟朋友约好的 因为他平时 就一直跟朋友玩嘛 你跟朋友约好了 朋友突然间不去了 然后你再教的我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提了一嘴 我也没有说 一直跟较真 我只是当时类似于 跟他开玩笑似的 但后边也去了呀 但有时候说话 就是很伤人的 虽然说最后跟我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我说我想 拍一张好看的照片 你最后不也是 没给我拍吗 反而在那儿画画 你到底是跟我去旅游啊 还是说自己 跑去写生去了 本来我就喜欢 画这种风景的画 反正那天去了 确实挺好看的 我就说画一下吧 我说那你等等我 我可以帮你拍 他就是说自己的事 就是排在我之前 比如说抽几分钟 拍两个照片也行 或者说你也喜欢画画是吧 那我在你旁边 你怎么不把我画进去呢 我很少画人呢 很少画人 那你画你前女友 我说不画挺好的吗 他本身就是很少 跟我出来单独见面什么的 我总约他出来 他反而也不出来 就说我们画是忙 说什么那个 有画需要赶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就心想 那如果他忙的话 那我就去陪陪他 那天我看到他画了一幅人像 因为他确实就是 之前也很少画人像 我就觉得 他画了一个女孩的背影 画了自己 然后刚开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想他是不是 开窍了 浪漫了 给我画一幅给我的画呢 那是一个女孩的背影 刚开始画没多少 刚画的头这块吧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画给我的 我也没有明确地问他 我就等 然后后来 我再去他画室的时候 这个画就画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越看越来越不对劲 就是他那个发型 当时我拍张照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投一下 可以啊 拍了是吧 拍了就可以看 我当时拍一张 那个画的照片 就是这个 这一看 也根本就不是我呀 我的头发哪有这么长啊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谁 他说 特别特别轻描淡写 他说这就是个模特 我当时肯定 我就是理解 我说那本来画 是要用模特 OK 没问题 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了 等到我再去找他的时候 这个画就不在画室里了 找不到了 然后我就问他同事 他同事跟我说 这个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画给他的 而且他已经把这个画 寄给人的了 这前女友是吧 对 不是模特是吧 对 根本就不是模特 他当时就骗我 我当时就是怕告他之后 跟我吵架 不是 是不是前女友吧 是 你说我们俩那时候 在一起快一年的时间了 就你没有为我画过一幅画 你还反而去想着 你之前的那个女朋友 给他去画画 还骗我 说是模特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就是 在你的心里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位置 我当时想的是 就是我跟前对象分手 就比较突然 然后吧 在我心里边就觉得是 不是说没有结束 就是感觉差点东西 就是还是没有结束 不是 就是没有结束嘛 谁提出的分手 小子 当时他提的分手 为什么分手 因为我们当时是异地 就是可能就觉得说 见不到 你也是这么冷淡吗 基本上 你确定吗 确定 他现在说啥 肯定也没有什么 可以印证的这个事情 那说啥就只能 小胡胡 或者你俩是不是 私下有联系啊 没有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你怎么能把人家 画这么清晰呢 你心里还想着他 印证还特别深刻 不是 不是 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过了 过了 画像之后怎么样了 画像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在他身边 到底哪些就是有什么 证据能够证明 我他女朋友呢 因为他身边的朋友 就是有句话实验好 没官宣过吗 官宣不就行了吗 官宣了呀 我发了朋友圈了 根本也不是他自己 发的朋友圈 那也是发了 是因为他过生日 我给他送礼物 我拿他的手机 就以他的口本 其实当时我是想逗着玩 我就是逗着玩 拿手机 说女朋友送我一双鞋 结果就是因为 这个朋友圈 我才发现了 他身边的朋友 都不知道他有对象 就这么长时间了 他对外肯定是在说 自己是单身 不然不可能 这种情况出现 我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 就是把这种事 放在朋友圈里边 去展示的人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社交圈的就很小 我就觉得 理解 理解 周围的人 知道了这个事之后 就得了 现在为止 那些个人 我也没跟他们说过话 这个他知道的 这个就算压倒 你们最后的稻草吗 就说要分开吗 这个不是 最后的稻草 是什么姑娘 后来她还有一次 真的是让我发现 我的地位实在 太低太低了 就是我们俩有一次 去看电影 在电影院里面 然后她突然接了个电话 然后就要往外走 说给别人送东西什么的 结果我那天 自己看了电影 回她家 后来我翻她手机 我才知道 就是她是给 别的女同事送东西 而且那个东西 在他们家里边 别人东西 拉她家里边 她最说的就有点 那是什么 我当时送的是颜料 我们带学生去写生 她颜料放不下 我帮她带了一下 后来就忘记给她了 然后她那天 正好上课 她就找我要这颜料 我就寻寻 你这上课呢 你们那培训机构 就你们俩教话话的吗 因为当时她颜料在我这儿嘛 所以她打电话给我 不是 她随便问谁 抄一瓶颜料 一样可以用啊 因为当时是晚上嘛 上的晚课 那上的晚课 那么多教室呢 你们需要就两间教室吗 就非得今天做 只有她在带课了 当时 对呀 你们需要 就两间教室吗 其他教室都关了吗 不是 是她在 只有她在带课了 对 是啊 我就说呀 那其他人的话剧什么 颜料不都会在吗 就没想那么多 我在你旁边 咱俩看电影 你还没想那么多 你压根就想不到我 我替你折也折不过去啊 你根本就想不到我 你最后我自己回了家 就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就是 也许我们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个错误 就这件事儿以后 她提出分手是吗 是她提 但是她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就其实 我想的是什么 就是我是不是 我们俩哪有问题 我总是问我的朋友 我就有点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我该做的努力 我觉得我 我做的都做了 嗯 可能有时候俩在一块儿 我就会拿着手机 问我朋友说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的 我该跟他说话呀 还是该怎么样 然后结果 我都都到这一步了 我都还努力想着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继续 结果她就突然 给我批的分手 当时我不知道 她是在跟谁聊天 在我看来 当时就是 那段时间 确实闹别扭了 然后又出了一些恶事儿之后 她就是一直天天 就抱着手机玩 我也不知道她在跟谁聊天 但凡平常我给你机会 你跟我朋友接触 你也不可能不知道 我在跟谁聊天 再说了 我这边的朋友圈都很干净 平常也都跟女生一起玩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我只是当时想试探一下 不是 你跟他谈了一年多恋爱 你不知道他在跟谁聊天 对 因为我不喜欢去看他的手机 对 好吧 这也是个解释 所以今天你要复合是吧 对 没有爱上为什么要复合呢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这女孩的 你告诉我 我其实 最开始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爱上她 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爱上她的 哪个瞬间让你爱上了她 我的艺术家 来 你说说 就是下雨的时候给我送伞 下雨的时候给你送伞 是在认识了多久之后 认识了两三个月 姑娘 所以其实听着挺可悲的 她记得是瓢泼大雨 一个送伞的女孩 那张脸可以是你的脸 也可以是余大爷的脸 也可以是米娜的脸 也可以是曲伟的脸 所以她并不鲜活 我相信也许你在某一个瞬间 或者说你一直挺喜欢她的 我愿意相信 其实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喜欢一个女生 到底应该 让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觉 你谈过恋爱 你不是没谈过 你学艺术的 你的感受应该更加的细腻 喜欢一个人和不喜欢一个人 你觉得能做得出来吗 应该做不出来 所以你的所有的行为 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 我感觉我在表达喜欢 你在表达喜欢 但是你并没有喜欢或者爱上 对吧 这个事看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来 女生 是不是和男生相处 这段时间 她的或冷或热 让你琢磨不透 甚至略不从心了 其实这和性格没有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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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同的 預備 对 Mull 好 aim 对 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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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代表了你心里头有哪些情绪 你画它的时候温柔至极 你画它的每一缕头发丝 你知道我最动容的就是那一条朴实的马尾辫在老藤椅上垂下来 而光打在上面 居然老藤椅下面的倒影上有它一丝头发烧 如果不是仔细观察过 你怎么知道在那样的一个长度里头 正好就有那么一丝头发像尾巴一样嵌在老藤椅的那个座椅边上 光影留下那么有意思的那一刻 看上去那幅画的感觉就是又安静又朴实的一个姑娘 跟热烈奔放主导一切的她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就是在面临这么热烈的一个情感的时候 不知道我该拒绝还是该引上去 而因此反而我的心里头越发的坠坠不安 我想一个人躲起来安静一会儿 所以我在画画 你没有那么爱上她 但是她确实是在你遭遇了上一次感情重创之后 她用她强大的爱帮你再疗伤 你虽然没有那么爱她 但她的爱太凶猛了 而且她又是一个挺漂亮的姑娘 热烈奔放 真的就像玫瑰花儿一样 很难不被她打动 你试着接触她 但是她的那一群朋友让你觉得 这好像不是爱 是玩笑 是戏谑 一个高度敏感的男孩子 高自尊心的男孩子 到了一群不怀好意的女生的那一种笑声中 是不知所措的 你担心你自己好容易握上了一段正式的爱情 但其实大家都在取笑你 于是你落荒而逃 又有一点小小的愤怒 但你没有想到她会因此分手 她分手击倒了你 却也不是因为你爱她 而是过往所有的伤害 在她提分手的那一刻 啪啪啪 以尘上多种倍数 同时向你袭击过来 在那一瞬间击溃了你 她只是个影子 而这个姑娘却傻乎乎地以为是 她走导致了你的沉沦 却不知道她只是一根稻草而已 后来当然她又用她热烈的爱把你攥在了手里 你也觉得跟热烈的她待在一起仿佛也有好处 那就是由她来主宰你的生活就好 你可以不带脑子 你可以不带心 你就跟着她走 原来这样也可以很轻松 但是你却不知道热烈的女孩子也会受伤害 你的一次一次的给她的冷遇 就让这个热烈的姑娘心碎成一地了 你们两个人没有那么相爱 你也知道你可能没有那么爱她 离开吧 姑娘 你值得挺好的男孩 她也很好 你也很好 你们两个人只是不合适 其实我觉得以你的魅力 你要真想追她是能追得回来的 但是你要考虑 追回来之后怎么办 真的就心安了吗 真的就爱上了吗 他们俩这段故事我特别爱听 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我爱你 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爱我吗 那算了 不不不不 好像我还有点爱你 那我们再试试吧 我爱你 你爱我吗 好像你真的不爱我 当你转身的那一刻 我说 也许我已经爱上你了 那你信吗 你信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首先想说的就是 对不起 可能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 我的行为给你造成了一些伤害 其次就是很感谢你 在我这一段时间里边 给我很强烈的感情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自己跟我说的分手 现在又联系我 就是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么对你用心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什么好的反馈 现在又来找我 就是哪怕你说什么 我觉得都很难去相信了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带来的美好爱情 请回两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结果呗 这个可能是双不出 双出 我觉得女出难不出 女生最后听见问题 她没有回答 她可能还会想等一个答案 双不出 来 看结局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